我發覺我們經理人的生涯 就是從藝人起床之前 我們就要起床 藝人睡了之後 我們也不能睡覺 因為我要安排他翌日的工作 好,上班 你好 這就是我們做經理人的一個節奏 做這個行業 你就要預料沒有下班的時間 做這個行業結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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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這個綜藝節目現在在共在一起 做經理人永遠都是求人的 人生裡我覺得 我大部分時間 我都會是一個比較主動去分取機會的人 你好,香港 我是Manny,霍雲詩 1997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回歸祖國 我們作為一個小朋友 我看的時候好像一個移交儀式一樣 從一個人的手回到父母身邊的感覺 在那時候我就看到所有電視的畫面 各種慶祝的活動 所有的都是普天同慶的感覺 大家很興奮、很激動 這些畫面我全部都很記得 是的 2011年那個時候 我經理人的辦法 其實我在香港已經很成熟了 做得很 但是我很想去一個更加大的地方 更加大的市場 去看看別人的文化 看看別人的發展 我很希望將香港的文化 去跟外面內地這麼大的市場 一起去融合交流 這是我很想做的事 於是我來到北京 我記得當時我們租辦公室 在國某那邊 我坐到辦公室的位置 然後我發覺我的桌面很乾淨 塵也沒有 但一支筆 我突然感慨了 會覺得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從一支筆開始 慢慢地建立 我這個時候是會有點迷惘的 但我仍然是很有信心 我不懂製作 所以我去跟組 跟組其實可能我在香港 很老實說 我已經完全不可能 但我跟自己說 你從低做起 就每一天好像長記一樣 收拾垃圾的收拾垃圾 吃塊盒 看看這個塊盒 你們有沒有人敢不夠 你們怎樣 從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不同的工種裡 開始觀察究竟是做了甚麼 怎樣去控制成果 怎樣去知道一個電影製作 背後是原來這麼多人力物力 去產生出來的 以前我真的覺得 經理人真的很辛苦 當你做完製作之後 你會覺得 哇 經理人很舒服 原來人是必須要不斷進步 不斷要去挑戰自己 才知道自己有極限 根本就是人生無極限 原來你可以更加做得更加好 更加多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北京 在內地已經工作了幾年了 我覺得人是很享受甚麼呢 其實就是從零開始 從甚麼都沒有 一個地盤 全部亂亂雜雜 沙沙沙沙 看到它一步一步地去建立 正如我的人生一樣 我來了北京十一年 我都是一步一步 從零開始慢慢去建立 我對這個城市 北京我是真的很有情懷 我很喜歡這裡的人 我很喜歡這裡的環境 而且我也在去年 決定要全面搬來北京生活的時候 我都會把我的女兒接過來 因為我覺得我的女兒在成長的階段 一定要跟媽媽在一起 很難想像可以是 十一年間 但為甚麼會多了這麼多建築 這麼漂亮 真是 但為甚麼人可以用一隻 雙手會建立這麼多東西出來 但事實實實 真的從一雙手裡建立 所以堅持 信念 以及越相信自己 我要努力工作 我要努力去做一個好的榜樣 令到喜歡我的人也好 給我機會的人也好 都希望她們不會感覺 我是一個令她失望的人 就算是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